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月1日 曾伟雄在北京与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王小洪会面 中国公安部网站指出 王小洪在会晤中表示 当前国际毒品形势严峻 对世界安全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禁委会增补曾伟雄为副主任 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和警方严刑禁毒的决心 还赞扬曾伟雄担任香港警务处长期间所做出的特殊贡献 而曾伟雄表示 他明白当今世界面临毒品危害 对于担任副主任一职 他更倍感荣幸 责任重大 将会全力以赴 东王引述理工大学专业及持续教育学院讲师陈伟强的看法 他相信曾伟雄一定可以打击中港澳三地毒祸 此外 有分析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 认为曾伟雄到中国国务院辖下单位工作是个特殊个案 中央社引述港府中央政策组 现改为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 前首席顾问刘兆佳表示 可能是因为曾伟雄曾强势镇压2014年9月爆发的战中运动 博得了北京的满意 因此他认为 这次委任曾伟雄担任禁委会副主任 可能有两大意涵 一 是可能反映出北京肯定曾伟雄当时处理战中的做法 一是肯定他对维护香港法治和法纪的工作 二 是北京要让更多香港人参与国家事务 让香港融入国家之中 新闻时事报 记者 孙云山 真理报导